大家可以應該稍微可以看得出來我是一個孕婦 那我快要歇貨了 所以我今天提的是一個 最近我們家在做的一個小專案 叫做自主生產計畫書產生器 重點是產生器 那這個是一個 我們希望自主生產 它應該算是一個溫柔生產 醫療生產的一個協作的過程 因為我們希望拿這個計畫書 去跟醫生討論生產過程 那但是在這個 我們在搜尋資料的過程中 我就發現找到的飯粉全部都是DOC檔 然後都完全就是你要重新再 如果要做的話 你要重新再做一次 無法就是 就是永續使用 那所以剛好我的老公會寫一點程式 那他就說 我們把它變成一個可以重新利用的產生器 那這個是我老公 然後他就說那你用那個markdown先寫 所以我們就用markdown先把這個內容先編好 那就是做了一些那個程式之後呢 就是變成 目前的這個結構啊是 程式的部分是用一個MT Editor 然後把剛剛那個markdown丟進去之後 它就會產生表格 那這是一個很小的專案 所以我們今天想要做的是說 就是表格之後它就可以變成PTF檔 那它就是一個可以分開作業的 那我們現在先把它放到線上 那所以我們需要的是整理題庫 就是把這個等於是整理溫柔生產的一些概念 然後變成分類 那變成是大家可以選 那我可能進去勾勾勾勾勾 丟進去它就可以變成一個表格 那需要整理題庫的文字 文字 或是對這個議題相關有興趣的人 然後再來是目前的程式長這樣 就是 所以需要clean up 那這個目前的東西在這個 cl.github.io reactmd editor 那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那 那 那就這樣 好 那我們應該 我應該會坐在前面 有信件後面來找我 因為我快卸貨 所以我希望趕快把這個東西做出來 不然 就完後面就不會想要做這個東西了 然後有人後面想要用的 所以 會來參與 好 下一位是那個環境資訊全球